而且他居然没发现这个权是怎么打出来的 最后呢没有任何人给出任何解释 我们在庭上已经讲过呢就是说 对内对外对死难家长来公布调查情况 公布建筑校舍质量是否这个是复杂工程 这是温家宝总理对全国人民的承诺 也是对世人的承诺 我们在一个信息公开的时代 我们有权利知道 我们有权利知道我们身边发生了什么 我们也有权利知道我们的这个政权是怎么在运营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该怎么算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审判呢 让人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失望 这次的审判的所有的安排 都是与公开公平公正背道而驰的 事实上来讲呢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正式传的证人 如果说被法庭接受的话 他们完全不能受到任何的骚扰 他们应该保证在一个 一个对事实做如实陈述的情况下 他应该受到保护 那我们现在对证人的保护呢 是保护到一个 他无法完成作证使命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这是保护还是什么 这是一种骚扰 这个骚扰是一种非常粗暴的方式 怎么圈户你啊 姓习 习啊 习 旧习的习 习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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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为什么到四川来 成都来 我看我老婆 您老婆怎么称呼 姓刘 刘彦平 刘彦平 她怎么了 不知道啊 她现在被警察放了派出所去 您今天来是想 我要见到她本人 问问为什么要抓刹 不知道 你哪位 人家连卡都不得卡 人家都想有 我们刚刚到西安路排除所 冰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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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北京来的一个律师 我们早点早上 这个等一下 我跟你联系一下 别抓了一个字叫刘彦平 这是他的帐务 这个联系一下 我们没有负责这个事情 但是是你们别抓的 我没有负责办这个 你要找那个负责办 你警官 对不对 一知识咯 好 行 这个是刘彦平的丈夫 我们现在正在电视场 你不发交换也有一个 我已经讲的交换 你也有一个交换 我讲的交换 我讲的没有依据 咱们就谈法律 您拿出法律依据了 这个也是 我也不知 您办案 您说 不不不 我在办啥 我再说 你再补补补补 那您说算嘛 对不对 您别这样的态度 我话都没说完 您就补补补 对不对 我话都没说完 那您说了算 对不对 您说了算 您别这样的态度 好不好 我一直来的话 我属于12桥社区 社区头冰王 你没假的 我马上去刑公公厅 投作杜杀总队 因为抓民族 是你们抓的 你明不明白 出事个政绩 出事个政绩 你们出事个政绩 对了 对了 出事个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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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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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指使人说话 咱们都客气 客气 您是警察的话 做到里面的事 我是律师 您不要着急 好吗 我们来解决问题 把一个人抓走 进来 没什么做错 你不得变相的协助 你不要到检察院 投入里面 你真变相的非法局局 小爷 别着急 别着急 那已经招了我这事了 招了你没有用 你是在跟一堵钱说话 你怎么招了你呢 就那头这个 那不可能五八五天 如果等一下我回去就先公开不投手 我们在睡觉 半夜三点把我们打醒闹起来 现在我们到公安了 他们也不敢不抓我们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毕竟没把你打出来 毕竟没把你击毙 你就飞了 对对对 你要在广州 他不是 他什么不是这个 他跟我说过 不是他这个 他人家带了别的 对 应该会贴解 或者是什么特性 我会到分局去变成 或者是特性 对对对 不一定会贴的 因为警察还要化 靠丸 黄引 楢 Bren 他知道 我告诉你有的时候 你们到仅仅方局法治世了 虚客站 分局心 Dass 应该说 草反 quién somebody 着 徐科长 私信徐科 我是刚才那个西岩路派出所 邱所长打电话给徐科长约好了 我们是那个刘彦平昨天早上被抓那个事 他叫我们过来具体跟他谈那个事情 怎么他又到那边去了 他不是叫我们过来这里吗 他刚才是徐科长叫我们过到公文分局的 那你能不能把徐科长的电话告诉我们 不然我们怎么跟他联系 你不能告诉我你叫我怎么办 叫我多查找多查是吗 不不不您是不是要我去找多查 那我只能找多查了 没办法了 你们这样推来推去这样的办事作风 把我们约过来 我在北京这么远跑过来 来了以后就都约好了 他又走 也就是十分钟之前嘛 就回避 哎呀我刚才说是邱所长给他全约好了 邱所长明确告诉我 那个徐科长在这里等我们 我们又打车过来了 要不然你法治科还有哪位同事 不是你法治科现在还有哪位同事 你们有没有什么举打热线是 你是法治科我来讲你法人的问题 你怎么不接待我呢 那个里边上路了 还有吗 找徐科长不在就您接待啊 外头那个规定肯定是你接待 这个就不要说如果徐科长在 他就说找徐科长 徐科长不在你就接待我们 听起我们反应的问题记录下来 你反应个徐科长 你不能你在上班 你就让科长不在 您什么事都不办了 哎呀刚才那个局的那个电话名 我给他直接跟那个邱飞打电话 他也说 那要要这样嘛 您说徐科长找不到 我们就找您 找法治科的同事反应吧 对对对 好好好 行 我问我们要打热纹事办公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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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您啊您保安 我要打热纹事 哦 他说我们进去找他反应 这个全部是你们的 徐科长徐科长徐科长 他们要一下 但是不得过我 他敢下方你 你认识 好了吗 你律师上去 不可能一个律师上去 这是他的 他是丈夫 我拿过去他要看我的证吗 那不可能的 您来 我们一起证 你们只能是一个律师上去 不可能 那不可能 哦 他们说是拔的 拔的 拔的 喂 你拔的 哪拔 我装这个 你现在抓铃银 已经过了48个小时了 什么都没有啊 哦哦哦 他们那里有几个人要上来进 你们接不接 不见我们是不走的 他们明天呢 明天 不可能 爱慰慰 对 慰来的慰 哦好的好的 那请进 哦这就请进了 我去办公室的 有没有能够可以就快餐了吗 因为我们两个都在查料店 对 现在我们在住前那里买饭 还没有吃饭吗 对 我们从4点钟就到 就在这折腾吃 所以你给我们一点盒饭 我怎么样 我给他付钱 好吗 您就是爱 爱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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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发音很别人 对没事 哪个慰 我真正的是 受刘远平的丈夫的委托 帮助他的律师 我首先要了解一下 他是因为什么原因 什么事 公关机关对他采取了什么强制处施 一句子 一句子 并且现在已经连终违法 好 好 您有没有要说的 我没有 我就是证明爱慰先生是我的证人 他的团队是来帮我做证的 但是出现这个情况 不光我做证 没有能够完成 而且呢 整个的这次围绕着谈判 原来的庭审 成都的警方呢 在全力以赴的去骚扰这个法庭 并且呢就是说 我想这十几个人被非法拘禁 这 包括爱慰先生是下午2点左右 这个过程 也是我们要解决的一个全局性的问题 成都市的公安需要就此呢 来说清楚 到底是为什么 你们是奉谁的命令去做的 好